妈 之前和小丽家说好彩礼 我们家给八十八万 你怎么说不给就不给了 我们家又不是给不起这个彩礼钱 这彩礼掏出去小一百万 左口袋的不一定能进到右口袋 你不要再问了 这个事情也不用你张口 你就看妈的吧 然后准婆婆就给小丽打去了电话 小丽啊 阿姨要跟你说件事 明天你和牛仔的婚礼 我们家可能拿不出来那八十八万的彩礼了 阿姨 发生什么事了 一言难尽呢 都是生意上的事 估计得影响到你的彩礼了 可是之前都是说好了的 咱们两家也都不是什么小门小户 况且我们家要的彩礼本就不算多 我和牛仔的婚礼就在明天了 现在才打电话说 不好了吧 阿姨也知道这样不妥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呀 阿姨这边的资金全部拿去 填补给新项目的资金缺口了 这一时半会的也拿不出来呀 眼下你们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我这心里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 明天之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我们家的也就是你的了 也没必要再走这个形式了 对吧 小丽听到这话觉得十分恶心 小丽你身体没事吧 女人就是这样的 前三个月反应比较大 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阿姨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可能最近没休息好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电话了 好的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呀 明天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媳妇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阿姨以后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小丽想知道这是准婆婆的意思 还是准丈夫牛仔的意思 于是拨通了牛仔的电话 没错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牛仔刚才阿姨给我打电话了 你们家里的生意上出什么问题了吗 这个是啊 家里生意上的问题需要点资金去填补 本来想着我们结婚之前能周转过来的 没想到 那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不用了宝贝 今天你的状况怎样 肚子里的宝宝有没有乖乖的 还好阿姨刚才跟我说明天的彩礼不给了 宝贝如果可以我也想给你最好的一切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是真的有点对不住了 不过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以后我会对你好的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愿意 幸好你那么善解人意 一定会理解的 对不对 小丽知道 这分明就是看着她怀孕了 一家人联合起来吃定她了 此刻小丽强压着心里的怒火 没事 我那么喜欢你 当然理解你的呀 那你先去忙吧 我也回去准备了 小丽不想再跟她多说 挂了电话小丽就找人去调查 真的如小丽所料 他们家的资金没有问题 就是不想给财力而已 无非就是觉得小丽现在已经怀孕了 不嫁也得嫁 好你的牛仔 当初追我追了整整两年 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恋爱后 我们家一直在扶持你家 你们牛家才能在短短的三年里 快速发展起来 没有我家的扶持 你家估计还是小麻雀 如今居然如此待我 于是丽做了个决定 妈 明天这个婚我不结了 还要麻烦你和爸爸马上联系一下 我们这边的妻友 告诉他们明天不要去酒店了 对了 还请他们帮忙保密一下 不要把这件事提前跟牛家谈起 让他们家明天照常 该干嘛干嘛 宝贝女儿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他们牛家简直欺人太甚了 这关我不结了 你和爸先跟亲友们 把取消婚礼的事处理好了 过后我再跟你和爸好好说说 好 那我先去处理一下明天婚礼的事 还好小丽妈妈向来都是一着小丽的 没有再追问下去 随后小丽来到医院把孩子拿掉了 回到家的时候 妈妈看小丽脸色苍白 女儿 你这是怎么了 脸色怎么霎白霎白的 你是哪里不舒服 快跟妈说 别吓妈 妈妈我没事 刚刚去做了个流产手术 荒唐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就自己去 好歹你叫个保姆过去啊 你和牛仔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着没什么就自己去了 傻丫头 怎么这么着急 就算是咱们不嫁了 孩子我们家又不是养不起 这样做多伤身体啊 这个孩子留下 我怕他最终会成为我们家的软肋 永远和牛家断不清牵连 难道我们家还怕他们牛家不成 爸 那当然不会 我只是不想 他们像牛皮糖一样缠上来 到时候 你们碍于外孙的面子不好处理 况且 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终归是错的 我怕我对他会有怨恨 对他的成长也是不好的 傻闺女 可你这样 毕竟伤身体 没事的妈 医生都说了 痒痒就好了 你别担心 亲戚那边都通知好了 说说到底是因为什么事 今天牛仔他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 说家里经济困难 彩礼拿不出来了 意思是 不给彩礼了 就因为这事啊 做大生意的谁家 没有经用到钱的时候 闺女你咋就不能理解一下呢 他们牛家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 难不成他们度过这个困难期后 会不知道感谢你吗 爸 如果是你想的这样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听牛仔说过 他们家生意上出什么问题 我去找人调查了他们公司的状况 并没有什么给新项目填补资金 而且最近公司也没有大笔资金向外流出 他们这样做分明就是 觉得我现在已经怀孕了 才故意这样的 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好一个牛家 目光如此短浅 果然是烂泥服不上墙 这几年经过一手扶持 才有了他们的金点 既然为了这点钱 如此屈辱我家的宝贝女儿 爸 你先别生气了 把自己气到了不值得 88万的彩礼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那是天文数字 但是对于他们牛家来说 只是皮毛而已 我需要的是一个态度 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的婚礼不是全托酒店办理的吗 既然这样 这个婚他结他的吧 我们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刚好我也想奶奶了 我们一起回奶奶家吧 好是好 可你的身体需要休养 到哪都是养 况且明天待在家里 肯定不得清静 你放心 我会注意身体的 咱们现在就出发 好 咱们回你奶奶家散散心 就这样 小丽家回奶奶家去了 下午六点 牛仔打了电话 亲爱的 一想到咱们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我好激动 我也是 小丽 我们都好好休息 明天婚礼肯定会很累的 你早点休息 我不打扰你了 嗯 好的 明天见 女儿 你干嘛还接着电话呀 不安安她的心 她今晚怎么出去浪荡呢 现在才刚过六点 她就打电话来表示她的激动之情 还说要我好好休息 这不就是跟我说 现在之后就不联系我了 也让我不要联系她 她是要干什么呢 不夸张地猜测一下 之前因为觉得怀孕太累了 婚礼上一切从简 就在五星级酒店订了宴 下午两点直接去酒店套房里接亲 然后在宴会厅举办婚礼 这就意味着 他们要等到明天婚礼时 才会发现没了新娘